法律 公義 和平 現代人追求的理想價值 有人認為三者可以互補不足 公義彌補法律的漏洞 而和平中和刑法的極端 又有人認為這是因果關係 法律可以彰顯公義 而公義衍生和平 但或者三樣既不是互補亦不是因果 而是相互排斥 並不能夠並存 有公義就不可能有絕對的法律和平 有和平就沒有絕對的公義和刑法 而有法律就沒有絕對的公義 今日要分享的電影是 一級指控 這套一級指控 單單憑它在2021年的香港 都仍上映到 其實已經足以成為我今年或者這兩年來的 一套S級的港產電影 雖然這套戲的資金來源是偉大的祖國 又被人標籤做合拍片 但入面起用的演員 其實九成都是香港演員 而且入面講話其實全都是香港發生的事 而且絲毫沒有一種大陸味在這套戲裏面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套港產電影 戲名一級指控 其實我入場前對這套戲的認知是一片空白 甚至連它的trailer都沒有看過 純粹是因為智叔的遺作 所以就入場了 我看這套戲之前 其實只知道它被政府審查了三年才上映 所以初時見到的戲名 都估計應該是講法治 講控訴 其實心裏面都有個底 審了三年才上映 再加在大法之下 就算是關於法律 或者關於指控 都不會露骨 因為大法審查過 就算真的有一些黑暗的情節 總可能有一邊是比較好的 就是洗白一點 因為其實大陸也有一類型的片 是講社會的不公 它也是有條方法 譬如 它在這些劇中 它會說警察雖然有害群之馬 但原來法律也是公平公義公正 有另一邊是比較好的 又或者反過來 即是同樣反過來 假設說 雖然法律是有漏洞 但也是有一班公義之士 或者是有一班 英明神武警察 去伸張正義的社會 多數那條法律都是這樣的 最後當然是配一個 不過不失的伸張正義的結尾 這些一定有的 但不是 這一套不是這樣的電影 這套電影裡面 它沒有故意加一些所謂 僅有一邊是好的情節 它的重心 這套電影的重心 甚至是連結局都告訴你 其實法律由始至終 都不是一樣公平的遊戲 至少在香港不是 但其實這個故事是說什麼 故事其實是說發生了一宗兇殺案 而案裡面的死者 其實就是一個香港富豪的女兒 而那個富豪當然是由 廖啟智 自宿飾演 而那個嫌疑犯 就是由黃定謙去飾演 這個嫌疑犯 就是一個沒有任何權勢的 一個草根一點的年輕人 他就宣稱自己是無辜 而鮑姐 就是做黃定謙的婆婆 鮑姐的角色 很相信孫子沒有殺人 所以就不停去找律師 去幫忙打這宗官司 故事就是這樣開始展開 其實劇情去到這裡 就大約是前段的四分之一左右 當時也覺得 這部電影應該是說 為弱勢 辛冤之類的 沒什麼特別 但是當張健星的角色 一出來就開始 這部電影的感覺就開始 令到我產生一個疑問 究竟他審了三年 審了什麼呢 一部電影這樣出現 這些情節已經審了 我真的完全不覺得 他是有審的 那張健星的角色是做什麼呢 他就是飾演一個政黨的新任候選人 而他父親 曾江飾演的那個 他父親的角色就是 那個政黨的創黨人 其實也不用說很多話 你一看到他政黨的用飾 穿的衣服 那我想生活在香港的人 已經知道是想表達什麼了 亦都很難不讓別人這樣想 還有他在戲裡面的黨名 愛民黨 其實跟2015年 HKTV那套電視劇 李心潔有份宴的那套選戰 又是智叔有份宴的 跟裡面的鎮民黨 其實是好似的 看回才發現 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他出Credit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套一級指控 導演原來是王國輝 編劇是白偉聰 王國輝其實就是當年選戰的導演之一 所以我覺得有些借鑑或是 影射是不奇怪的 曾江呢 其實曾江一出場的第一場戲 很簡單幾句對白 其實他是第一場戲 但是表現出來的 語調 戲場 其實已經壓了場 是完全不輸給 智叔當年 這個選戰入面的 鎮民黨主席 所以其實這套戲裡面的 老中青演員 都是表現得很好 恰到好處 不會跟你說做得特別多 又不會特別少 因為有時候看港產片 是經常會有一兩個演員 有時候可能是年輕一點的演員 想表現多一點 有時候可能是老氣骨 想用自己的 自己的方式 或者自己的經驗 去深化整件事 但是有時候這樣做 就會令到 觀眾 我這些觀眾 會覺得 做多了 或者出戲了 例如近來 看那套 媽媽的神奇小子 其實不均如有幾幕 戲的用力的程度 是令我出出的氣 但是這套戲裡面的每一位 真是每一位 老中青 每一位 我都覺得是剛剛好 恰如其分 令到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覺得他們是 做戲做得很舒服 很舒暢 還有裡面的 演員的對手戲都很好看 包括 方忠信和 譚耀文的對手戲 他們每一幕都很過癮 不知為什麼是有一種魔力 享受他們 對手戲 還有他們站在一起的時候 是有少少電視劇的感覺 不過也不算特別多 這種感覺 因為可能本身 兩個都是在電視台拍過劇 還有我本身都挺喜歡看 譚耀文做戲 而爆姐和王定謙的戲 其實在劇情上面 他就沒有特別深化 爆姐和王定謙的 一些感情位 但是當看到他們做對手戲的時候 我又投入到 因為其實他在這套戲很前面的時候 已經安排了一場哭戲 而在前半段 一些鋪排那麼少的情況下 你要觀眾投入到他們之間 這兩個角色之間的感情 情緒 其實是不容易 還要是哭戲 但是他們在這套 在這套幕戲裡面 是做得到 而曾剛和志叔的對手戲 更加不用說 真的是精華 他是句句對白都可以 剪下來做這個 咪咪圖 但是有些可惜的是 志叔呢 我本來以為他應該 都多氣氛 因為他寫明他是主演之一 但原來他在戲裡面的氣氛 雖然合起來應該十分鐘都沒有 這個我覺得很可惜 其實連配角都不算太清得上 因為有印象 志叔有印象的戲 大約只有三幕 所以如果大家入場是想看志叔的話 就可能會有點失望 志叔演的這個富豪 出場 實在是太少了 所以其實都沒有 發揮空間可言 純粹就是他志叔有戲場去演這個角色 所以就算是短短幾末戲 其實都做到他要做的事 至於撇開這個政治立場講 我客觀點這樣看 其實方中信 都是做得幾配合戲裡面的人切 唯一不足的就是 他人物在人物轉變那裡 我覺得他人物轉變的位置 是有點突兀的 我不知道中間是否有剪掉 片段剪掉還是怎樣 因為他人物轉變和接手 那單Case的原因 是令我覺得有點突然 但是整體來算不算特別大影響 反而是他後半部的一些剪接 我覺得是突兀的感覺更加多 特別是志叔的出現 因為本身對志叔這個角色的鋪排實在太少 但是後面劇情的重心又一下子把志叔拉出來 就令我覺得整件事好像很奇怪 好像有一點東一輝西一輝 不過整體觀感其實都是不差的 這套戲本身就應該在2018年上映 但是因為 技術問題 審了三年到現在才上映 所以 戲裡面的情節 究竟有沒有跟現在我們2021年的香港 跟這個時代脫節呢 我覺得一半一半 現在的環境的確是更嚴峻更加瘋 但是可以在2021年的香港 看到這一套戲 作為一個香港人 點滴在心頭 其實我看這套戲的時候 我一直看 去到四份一 我已經覺得 有點不對勁 因為我入場時 抱著 這套戲已經是被審查過的心態去看 但是一直看 一直黑人問號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審過的 還要是審了三年 我時候 我看完這套戲之後 我又看一些訪問 訪問導演和編劇 這些訪問裡面 他們兩個都說 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是剪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是修剪過的 所以這件事又更加出奇 究竟他審了三年是審了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我看到有人留言 就說 這套戲的結局都不差 我這裡又劇透討論一下 我就覺得 不是 這樣覺得 因為這套戲就算去到結尾 他都很實實在在地 告訴觀眾 我聽聽 用正當的法律途徑 去伸張公義 其實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假如死了那個女兒 不是一個隻手遮天的富豪 其實就已經不可能 去伸冤 又或者如果不是用 方宗信 那個角色 這些 那麼踩界的方法 去處理整件事 其實這件事都已經 不可能逆轉 還有有件事比較諷刺的是 就是最後 方宗信 美段說的那段對白 寫 是真的寫得不錯 但由他把口說出來 是 別有一番風味 不過這個背後理念 歸持者 所以 我看的時候 都很抽離 代入了他的角色 就算 大家記住 這套戲 其實是 一套 2018年的電影 只不過是在這個2021年的香港才上映 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 而這套戲裡面的尾段 就有 一個這樣的對白 就是由方宗信去說 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責任去維持一個 不論身份 不論貧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 究竟現在的香港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我想 觀眾就自有定奪 而另一句貫穿整套戲的對白 法律是信仰 不是生意 有時候 信仰都是會破滅的 但即使我們信仰破滅 我們其實也要 抵禮前衡 頂著最後那一口氣 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 做人 就是為了一口氣 我們出生的時候 是這一口氣 就算去到死的時候 其實也是為了這一口氣 大家記得看這套一級字控 記得CLS 我們下次見 그런風當下的日子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下次再見